从面包素人到职人 每家面包店都在强调自己是用天然酵母 直到认识这位农场主人 我才知道真正用野生酵母的柴烧面包长的是什么模样 本来从事室内装潢的陈宇达 还不懂面包就先盖窑 摸索了快一年的时间才完成 眼前这个巨型的面包窑是台湾少见的白窑 火源位置位在烤炉下方 是利用对流原理将火蛇喷向窑中加温后 再放入面包烘焙 我那时候对面包一切不同 根本不懂什么叫天然酵母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烘焙素人 陈宇达开始看书研究 上网查资料 遇到困难就去上课 花了三年时间培养老面 只见他将养好的酵母 以1比1的比例 可以跟台湾小麦粉混合 再放入大量的核桃跟桂圆 经过长时间发酵的面包 风味绝佳 不是讲求快速的商业效目所能相比的 哇 这么多刚出炉热腾腾的面包 散发出淡淡的麦香 切开后有着漂亮的气孔 无论是直接吃或者是蘸酱吃都超级美味的 或者是蘸酱吃 吃 咸 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